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走的是舊的舒嬅公路 哇 凄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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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面离 快點 就在吃 好 Zhen 要吃 然後 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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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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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間其實已經來過很多次的民宿 非常喜歡這邊的環境 每天早晨的這種 稍微走出鄉間角度可以 你看我看整個縱骨這種感覺 真的非常棒 那縱骨這一側的日出就是從寒山脈這邊 放透過來了 然後你其實不同的季節 當然稻田的顏色都會狀態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進這一次來的這個時間的 剛好是水田剛過 其實這個時候的稻田也是非常非常的雅致 沿著這個產業道路呢 沒有車在那種花冬天的這種沒有車的這種產業道路 行走喔 如果不是大太陽真的非常的舒服 看這邊又出來了一落水田喔 超級美耶 我講到這個水田 我就想到前陣子去日本的時候 看那個川本商男先生呢 他曾經說過喔 他覺得日本最美的這種風景其實是 最有代表日本風景其實是水田喔 但我覺得台灣的也是喔 因為畢竟我們都是農業很重要的國家喔 那這個方向呢 好像是可以看到玉山的喔 所以我是搞不太清楚玉山的方向的樣子啊 不論是城市呢 或者是鄉間小鎮呢 我覺得早晨的散步都是最迷人的喔 所以我就想說曾經有講過很多次嘛 就是其實呢 你要感受跟體會一個地方 真的一定要在那邊過夜啦 因為如果你沒有感受那邊的日跟夜 其實你真的不太算是 體會過這個地方 現在就是縱谷的這邊就是都是梯田喔 這個區域呢幾乎都是梯田喔 非常非常的漂亮喔 那當然你白天啊晚上 傍晚下午的感受其實都是不太一樣的喔 然後遠方就是 非常美麗的中央山脈喔 然後前面就是縱谷嘛 從這邊看就覺得台灣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們從日本回來之後 就覺得台灣的這些組織呢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完美的 說OS 是 對 訪音 所以你還是有時候不免想,雖然我們很喜歡國外跑,台灣有太多地方我們還是不了解 還是要花很多時間來了解我們這個土地 有沒有看到這邊,其實就可以看到這個山腳下這個梯田的景致,非常非常漂亮 層層接跌的一直往下面 那前面這一塊稻田其實還蠻有名的 其實如果你有看過七柏林導演的拍的看見台灣 其實有一小段的空拍的整個一望無際的稻田其實就是在這一段 就是在前面這一整塊的稻田,有沒有看到這個是梯田嘛 然後呢一層一層的往下,然後一直往重谷九線的方向 然後這邊的水浸非常的豐沛喔 就是水從山上沖下來,然後也很湍急喔 我總覺得最後面那個山最高最高比較遠的那個山很像玉山,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應該沒有那麼精彩的 其實現在才早上七點喔,但其實已經很熱了 太陽衝已經在海恩山脈後面一直罩著我 前面已經有農夫在工作,不過農夫通常都是一大早就要起來 他們會在趕在太陽之前就趕快結束一些農事喔 不像我們都還睡到很晚 都還起來,才要起來工作 你看我沿著這個 海恩山脈的方向前進 超級次元的喔 水非常的冰喔,非常的湍急喔 這是灌溉用的水喔 這是灌溉用的水喔 你看這是剛擦秧的稻田 我覺得我跟小孩說喔 其實你看現在稻秧都這麼比直喔 只有擦秧機喔,有節省很多事 我們小時候幫忙,曾經幫忙過喔 就差亂七八糟的 他至少許多人的水喔 他對是甚麼都會做出來 接著呢 你說的冰度 不然我喝了 尷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